各位玩家知道11月是什麼日子嗎 沒有錯 11月就是紅藍寶石的12週年紀念日啦 相信各位玩家都知道 11月21號任天堂即將要發佈他們 充製的最耐作的遊戲 神奇寶貝終極紅寶石 始源藍寶石啦 而官方這次也一口氣釋出了 12年來一系列的回顧影片 頭腰暈了12年 寶兒如果有孩子的話 應該已經上國中了吧 身為神奇寶貝迷們 一定相當期待這次紅藍寶石重製版本吧 從官方無預警宣布開始 每次釋出的影片 都讓許多人非常感動 這一次預計在2014年11月21日上市的 任天堂3DS遊戲 神奇寶貝終極紅寶石 始源藍寶石 隨著發售日將近 官方頻道也是釋出了一系列 新舊版本的宣傳影片 讓各位玩家們可以回味舊座的感動 以及星座的期待 像是經典的騎腳踏車開頭動畫 以及與小甜卷博士的初次碰面 人氣皮卡丘的頭一次遭遇 與傳說中的封面神奇寶貝 顧拉多的BOSS戰 看到這樣全新模組與動畫 是不是非常的感動呢 本作不僅僅是舊座翻新 更新針對新玩法 以及收入歷代的神奇寶貝 這樣高成衣的重啟經典 就會到時候一定不要錯過啦 想知道更多影片 也可以到官方頻道 收看更多的12年回顧影片囉 任天堂3DS ポケットモンスター オメガルビー アルファサファイア COMEBOD COMEBOD COMEBOD